來自全國130位的就業服務員及金融輔導員 結訓這一天開心的來個大合照 圓民會為提升在職能力及保障族人的服務品質 於9月16號至18號辦理三天兩夜的在職教育訓練 規劃課程內容以實務為主 是受到學員的歡迎 這三天的課程非常的有幫助 比如說在勞制正義的處理上面 或者是合作社法規 然後要怎麼成立 然後要怎麼樣去輔導我們的族人 去解決一些問題 這些都在課程當中 金融輔導員他的角色就是介於銀行跟族人之間 我們是中間的橋梁 著重在提升財務管理方面或者財報上的知識 好讓我們可以知道怎麼幫族人 然後跟銀行爭取 就爭取對族人有利的條件 圓民會主委以降打落致辭時 期免學員用心陪伴服務每個個案 有關族人較為關心金融貸款的問題 主委指出在107年級推租原住民企業信用保證貸款 100萬元以下是無需任何擔保品或保證人 但資金需求較龐大時以目前條件已放寬很多 且會隨時提供協助 100萬元以下的貸款需求 只要他的資金流通正常 營運狀況也正常的話 100萬以下幾乎是可以不用免當保證 另外我們還有所謂的信用保證的這種業務 光是同仁給我最新的統計資料 大概這兩年已經有40億件 提供免到保證的部分取得貸款的金額 總金額目前是有高達1億8千多萬 主委已將把路的強調 原民會金融科近年來協助原住民融資問題 成效越來越好 也要求金融輔導員多向卓文宣導有關融資政策 以保障自身權益 原是新聞台中市採訪報導